Kw me 哈啰,大家好,我是刘建玮 那你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 你们就知道我今天要来挑战什么东西 那这个挑战呢 其实我在一年前有挑战过类似的东西 但是呢,那个是在一天里面做230下 伏地amas 但今天呢 我要在一个小时里面做完 一百下 push up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血来潮想要做这个挑战 就没有做的时候呢 我心里就有点不踏实 所以我就会突然想要来做这个挑战 那其实对于健身的人来说呢 一个小时里面做完一百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对我来说就不知道了 因为其实呢我在行动管制定这期间呢 我是完全完全没有去做运动的 因为我的身高突然不高去 就一直停在169169 然后大概5个月的时间呢 我再加自己量啦 身高就有达到172 所以 健身真的是 会影响身高的 那其实我之前的挑战本来是要这样的 就是我要看我一个小时里面能够做多少下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做太多太多下的时候呢 我怕身高就真的长不回来了 所以我就换一换方法 那就是在一个小时里面呢 做100下挑战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挑战吧 啊, let's go 3 2 1 开始 30下 还有70下 我手现在很多汗 我怕我做一下滑下去 就是这个 Yoga Map Yoga Map 可以 50下 还有50下 我现在真的很怕 我在20分钟以内做完这个挑战 不要下拜好吗 60下 60下 70下 80下 80下 还有10下 最后90下大哥 90下 60下 最后10下 我记得我的时间多的是 所以我可以多多个动作 我的100下做完了 有没有问题 OK 哈啰大家 我做的时候我算错了 其实刚才我只做了99下 我查了刚才的片段 只做了99下 所以为了表达建议 那我再加多20下 那就是说今天我做119下 但是距离刚才我做的99下 只过了5分钟 然后我要做多20下 哇哦 我真的为什么会连这种 小小的错误都会发生 不管了那我们就去做我们的20下吧 我做的1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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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在 51分钟多这样做完了 我大概用了9分钟的时间做完这100下 我大概用了9分钟的时间做完这100下 如果我要连续做1小时的话 我可以做600多下 如果我有力的话 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有怎么快 好了啦 那我们的挑战也就到这边了啦 那我自己是不知道 哇我在10分钟里面可以做100下 我自己没有尝试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可以这样子 那其实我现在已经是流汗了啦 你看看 头上湿湿的 哇 留下来了 这边 真的是 虽然讲 不是到那么的吃力 但是 还是 会流汗 那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看 你们可不可以像我一样 在10分钟里面做完这100下 那 如果可以的话 厉害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可以这样子做 哈哈 哇哇哇 所以 我们的影片也就是这么的短 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了 What the 这么快的吗 拜拜 二 不 你 的